大年初二一早 总统马英九在新竹县长邱靖淳 省主席林正哲 立法委员林薇州等人的陪同之下 来到新浦一名庙参拜 马总统到访全城表情树木 受访时表示 上任后每年春节都会来到一名庙拜拜 今年更祈求一名爷爷保佑台南 能尽快将受困者救出来 很重要的就是希望 这个我们今年能够无灾无难 但是看到这个2月6号小年 在台南发生震度五级的地震 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我们内心实在是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不舍 也非常的沉痛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希望大家跟我一起 能够为在娃力堆中 等待救援的乡亲 一起来祈福 希望我们救难人员呢 能够很快的 很快的把他们救出来 让他们能够过关 也希望我们一名爷 一向是能够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的 在这个时候呢 发挥他的力量 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克服困难 面对台南受到那么大的灾害 新竹县长邱静淳表示将尽全力帮助台南 也很感谢马总统 虽然整颗心都在关注台南 但仍然到一名庙来参拜客家信仰中很重要的一名爷爷 虽然在南部的灾情 台南灾情这么严重 但是对客家感情 包中一名庙每天就转来拜拜 所以今年也不例外 心系南部的灾情 但是呢客家的乡亲的亲情热情 还是一样 要来祈求为了台南的灾情 在包中一名庙的前面 和大家乡亲一起为他们祈福 今年由于春节遇上地震灾害 总统取消了历年来 在一名庙亲自发放福袋红包的行程 与民所苦 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时节 也期望借由一名爷爷的力量 保佑台南 天佑台湾 海波新竹陈若怡红采访报导